他怎麼了 他在救護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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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男童阿嬤心急如焚哭喊著救孫子 救護隊員將男童抬上救護車 一路實施CPR急救 沒想到男童到院前還是回天發術 到院時已經明顯死亡 頭骨變形這樣子 其實男童轉院前先被送來附近診所 當時情況就不樂觀 一歲男童15號上午11點多 在彰化皮頭香的洗車場玩耍 當時54歲阿公剛好將客戶的車 牽回洗車場處理 疑似到車的時候有視線死腳 不慎撞到後方坐著學步車的孫子 導致他頭骨碎裂 孫子平常都是阿公阿嬤帶著 最近剛學走路 阿公說每天都很注意他的安全 沒想到倒車突然發生意外 失去一歲孩童整家人 悲同不異 記得陳盛偉典兵謝雲甄專畫採訪不到 Mikr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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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